我們都講講廣島的東西 廣島的其中一個想分享的島 其實就不是一個島來的 其實是六個島來的 剛巧我和小某都有試過一次的 就是做一次尾道的跳島之類的 是故意踩單車去的 當然你看這兩張照片 就會分別知道究竟哪張是周小某 哪一張是我的 那張是台灣 這張不是 綠色單車 不知道有沒有 有的,我有發送給你的 可能我還未下載到 找到 拍了在海邊的一張綠色單車 是 好像不可以找到 我現在再發送一次給你 好,那我就稍微都講一下 其實去尾道玩 其實踩單車真的很過癮 他既痛苦又不痛苦 痛苦的就是每一次上車都很痛苦 我是痛苦底的 是嗎?痛苦底 我覺得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因為他做過交代做得很清楚 是嗎? 他有三條線 你看到右手邊 我在單車上拍 他就會說明給你聽 由 尾道去到金字 即是愛愛縣那裏 其實就是有74K 你只要沿著這條藍色線 他畫在旁邊 是不會走錯路的 supposedly 多謝你 理論上你沿著這條路走 是不會走錯路的 而藍色這一條 是 那些叫什麼 入門那條路 另外有一條是黃色的 就會繞遠一點 你可以看多些景 然後有一條紅色的 你就會看到最多的景 一般來煉單車的人 煉單車的人 煉單車的人 74K 一天就踩完 是的 當然我們不屬於這些 是的 所以我就租了兩天 但是太划算了 是 2000日圓兩天 好像 這麼高的? 你租一天 就1000日圓 然後再加好像 不知1000還是500日圓 按金 那你一天之內還 那500日圓會退回給你的 但是如果你租兩天 那國安金不退 所以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前後 2500日圓還是3000日圓 你是在他們 碼頭 他們整個組合 官方的位置做單車 還是一些 店舖租給你 官方那個 是的 官方那個 我打算資料找 我只能找到那裡 我打算最好的 當然是去那裡 我想問你的單車 是否漂亮 即機能上 呃 因為我自己不太會 踩單車 我寫了一張照片給你 你先拿出來 是的 我不太會踩單車 所以我不太知道 怎樣為之 即是很漂亮 還是很不漂亮 有多少個波 即是你轉變速那個 七個波 即是正常 上山單車 我會覺得是 都不一定的 即是可以有更加多波 那 為甚麼我會這樣問 最一般的那些 為甚麼我會這樣問 是因為其實我那一次的 desaster 有一半都是在單車的機能上 哦 首先 它就是比較重 那種 即是鐵身的單車 因為我沒有遇到 要上那麼多 上落那麼多斜 嗯 那就按鈎一毫 然後第二 就是我踩踩一下的時候 然後呢 發現它的燈是沒有了電 因為我踩一下 其實不知不覺 已經是天黑 然後很害怕 然後發現它的燈是沒有電 然後差點對頭 撞了一個高中生 那 我想待會到悲劇的部分 我會再詳細一點描述這件事 是 因為大家的玩法不一樣 似乎 似乎玩法不一樣 我是相當享受這個過程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人家一天花了74K 我就已經特意預訂了 中間第三個島 會停一停 會住一晚的了 那我似乎是有很多時間 嗯 所以我第一天是玩久了 亦都玩多了的 我會建議不要這樣玩的 最好就是第一天去到第四個島 嗯 已經去到第四個島 那你才再住一晚 嗯 然後在第四個島 那你第二天一出 就已經可以在第四個島玩 然後就走 如果不是呢 就變成你第一天 已經去到第三個島 你踩到第三個島 已經 你知道那些紙都要收了 四五點 就算比你早點 那就變成你一定要第二天 才去到玩 所以就會變成 浪費了第二天的早上 其實這個是很難的 因為如果你不是慣常 踩單車的 或者你不熟那個路的話 你不知道自己 那一天會去到哪 當然如果你可以踩到那裡 才在那裡預訂的地方 就最好 要不然你預先預訂了 然後 不然我還可以踩到一個島 那就有點困難 其實 其實有得預的 因為那時候我去沖繩那些 我們計算幾高的 大概去因自己的體力去踩 其實不是不行的 不過你要做多些 海量的research一下 就是要做的 是啊 我其實幾喜歡現在 大家看到中間那張照片 我覺得很龍貓的感覺 在巴士站旁邊 然後放下單車 其實我沿路一路這樣踩 其實小貓你現在經過這個位置 我記得應該是有些 食物在賣的地方 好像是 附近有些長椅可以讓人坐 我上一次在那天我們會再飛 其實飲食篇我都有介紹過 就是這一包野飲 檸檬 什麼時候 踩到第一天 我已經踩到很累了 於是就大約在小某拍照的這個位置 然後我發覺 很熱 於是就打算買 它有冰賣 當然是一流 然後我就買了兩包 因為它有橙和檸檬 賴湖內海的橙和檸檬 即是愛海縣的橙 賴湖內海的檸檬 是超級出名的 那我就 選擇困難症 當然在這裡發生了 Why not both 是啊 小孩子才選的 於是就買了兩包 然後 然後呢 厲害了 那個 那個 阿姐呢 就跟我說 她英文不是太好 她就說是 檸檬 那我就說 我知道 檸檬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 所以她是不是很凶暈 檸檬 她的樣子 她的樣子是做到 好像超人吃完酸梅乾的樣子 但是當時我沒有recognize 得很清楚她這個意識 然後呢 我一喝 你就出現那個檸檬 嘩 她就出現了 IQ博士裏面超人 吃完酸梅乾的樣子 我突然間的樣子縮起來了 因為原來是100%的 檸檬炸汁出來 嘩 正 酸成 即是吃檸檬 酸到含家塵 不是 但是那些人說 其實 美麗的檸檬是 學不像的 你也有她的語氣 你也有她的語氣 好兄 但是這個真的酸 你剛才的力度不夠 你剛才的力度不夠 不是 真是水煙到水魚交融 這樣就有 那之後呢 是漂亮的 檸檬應該會是甜的 但是有些香和甜的 不是太酸的 是她有香和甜 她也有的 她也有的 但是酸度太高 對酸度太高 你是不是馬上醒一醒 好醒 你是不是不是太好酸 不是我ok的 其實我是ok的 只不過是我沒有那個 expectation 因為與此同時 我還有一包橙 橙是很甜的 清甜的 其實是ok的 在那個環境下 當你踩單車 踩到三十幾K 然後整身汗 口又好渴 其實有些酸的東西 是很爽的 只不過是 那一下 我有些預期不到 尤其是經過她多番的提醒之下 我覺得就更加精彩了 我反而在這一程裡 是吃了雪糕 有個 我先看一下 鹽雪糕 這個 在這個位置 因為其實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我去這個plan 我這個尾道plan 本身 本身我是有一堆朋友 就跟我說 不如一起去踩尾道的 那裡就大概七個人左右 那怎知道大家去到 即是準備了所有路程的 怎知道去到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說 十個舊火的少年 不如算啦 我們不要踩啦 然後就剩下我一個人去踩 然後我就 其實在臨出發之前 我想大概一兩個禮拜 決定就不踩的 他們 那我自己踩 那我就自己就預訂了 好像是因為我在你之後才去的 是啊 你有跟我說 我就聽了一些提示 然後我就決定在中間 預訂一個Airbnb 這樣 嗯 那就踩啦 但是我那天的 我去尾道之前的那個早上 其實我就是在 好像是在大阪出發 是 是 想了機 現在 不是 沒有想的 還在錄的 是 還在錄的 不是 三元不是應該是陳戶嗎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總之它是suppose是 我是搭了直接去廣島那幫新港線 總之它應該要 因為如果你去到廣島才下跌的話呢 反過來 在新廣島還是廣島 我忘記了 從那裡再去尾道呢 就等於你要搭整個九幾兩個小時巴士了 都是搭回新港線 然後去那裡再轉 噢 OK OK 但是變成那裡昂悅悅悅的消耗了兩個多小時 嗯 於是我去到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是下午 我想十二 兩點了 那你沒有什麼車柬的了 是啊 那我首先是沒有車柬 而且我已經是沒有什麼信心去再踩過去 於是我就租了一輛單車 就踩了一段路之後呢 我就見不對路了 因為已經是開始天合 你租了一天還是兩天呢 我租了兩天的 是 開始天合 然後我就唯有是搭 噢不是 Sorry 我還沒租車 還沒租車 我去到的時候 現在兩點多了 然後我心想很不悠閒 然後我就決定是 直接搭了車去我民宿那個位 然後踩回頭 好像很聰明 是 但是呢 這個位就糟糕了 就是我找不到搭去民宿那個位 那個隔巴士 噢 然後我類似是 我看著那個搭車的指引 然後去到那個站那裏 然後找不到那個站頭 又或者是錯過了一輛車 那一旅程是瘋狂的 有這些事發生 我簡直是覺得 周小某的奇妙冒險在這裏 然後就 結果我去到 民宿那個島的時候呢 大概已經是十點左右 是天黑了 很少車 然後我下了巴士之後 就呆了 在那個 傳說中應該有接駁車 但是完全沒有接駁車 因為已經天黑了 美版車走了那個位 然後我就在那裏等 然後我看 嗯 過了一個小時的巴士就會來的了 嘩 一條人在那些地方等一個小時 是很慘的事 是啊 所以我試過是去過一個 不是去到的 我是試過去一個 即日來回的溫泉 那裏只是一個溫泉的地方 然後我想去 然後再回到市中心 誰知道我坐錯了 雙方方向 還要特急 然後我去到那個站 然後我立刻在下一個站下車 然後再等一會 哇太衝動了 但是那裏就已經是一個是 那時候我是去新式 新式是什麼 不是啊 前面是杜田 後面是杜田 然後一個很漂亮的日落 我還要看到在杜田中間 有一個真是那些日劇片 有些反光 不是高中生 穿著下服踩單車經過 準備回家 然後我看著下巴探一個小時後才到 是啊 我覺得一個小時才到 不是真的很大鑊 一個人等一個小時巴士就很大 還要是晚上十點 那樣 其實六七點和十點不是真的差很遠的那個環境 我還記得 總之是黑齊肯定是黑齊的 是啊 然後我就在那個等車的那個停 然後我呆了 那樣看著那個站的時間表 然後這個時候就有個Auntie 走進來 然後就說 啊 灑妹 就很冷啊 走進來 然後她見到我 然後看一看我 然後就繼續等她的車 然後一直趕著電話 跟她的朋友趕著電話 跟她的朋友趕著電話 她臨上車之前呢 就忍不住問我 就是日文 小姐 你在那兒等車啊 然後我就說 啊 是啊 我要去哪裏哪裏 然後她就說 但是這個中數 你一個人在那兒等車很危險的 我載你過去啦 哦 不是 她說 我問一下朋友可不可以載你過去 因為其實她是來朋友家作客 然後她就問她朋友可不可以 那當然可以啊 兩個Auntie 他們好像是一些編織會的朋友 來的 於是她們就 載了我過去 我要去那個島 其實她們就 不應該是去那個島 就是去另一島 她們都繞一繞路 然後放我在那裏 然後 然後就沿路 當然是問一下我 啊 你來那裏做什麼啊 啊 踩單車 對啊 很多人踩單車啊 現在啊 加油啊你這樣 然後之後 我就終於去到民宿那裏 這個時候請她下一張圖 是手畫那張圖 手畫那張圖 手畫那張圖 是 呃 又下個 這張 是 你看周小某家 咦 不是喔 這個圖 不是這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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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圖來的 哦 是 所以我去到那個民宿呢 它就是普通的AVNB 普通民宿來的 但是我就問她 還有沒有地方可以吃東西的 跟著她就說 附近沒有麵利店的了 不過我想可能還有一些餐廳 你去那邊看一看 嗯 然後我就 就是按摩摩摩摩摩摩的鄉下那裏 然後有一張是 哎 這個粉紅色桌子那張 這張 沒錯 這張才對 那我就真的看到有一間店 這個店舖是未生的 他是吃廣島燒 沒錯 但是為什麼他未生呢 是因為裡面那個婆婆 她在煮劇 她是開著店舖 然後坐在裡面 然後就一直看著電視煮劇 我就問她 然後她說有 你想吃什麼就什麼 這個是不關我的事 因為大家都在這個旅程 裡面有雪糕又廣島燒 對可以可以 然後我坐下之後 真的機寒交迫 她就瘋狂地吃東西 我想吃了三個大阪燒醬 哈哈哈哈 真的很肚餓 是呀 你都已經這麼晚了 是呀 然後我就 吃什麼好呢 然後就叫了一個 然後跟Auntie一起在那裏報劇 那一套我記得是講做手術的一套日劇 她就在那裏很緊張 然後又會說一下 然後又回應一下她 是 然後我就看到 我就在那裏看著我餐牌 到底什麼叫 力 就是她有一件事叫Stamina的料理 就是 補充體力的 補充體力的力氣 我就不知道 因為她寫著中文字一個力 是 然後我就問這是什麼 然後她又很用心地解說 什麼叫力 就是 嗯 把老鼠仔出來 嗯 然後就寫了一個力字給我看 是 是 就看到桌上一張紙 那我吃完這三個大阪燒之後 真的很有力 於是就回去睡覺了 但是呢 我想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周小默 我是一個會睡過龍的人 哈哈哈哈 於是我一醒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是十點左右 早上早 早上早十點 因為我應該是應該 但是你這程在哪裏 還在美渡 美渡 不是中間那些島 啊中間那些島 可能是兩 即是第二天來的 對 但是我還沒踩過單車 我是去到 我吃完這個大阪燒睡覺為止 我還沒碰到單車的 是 那你那部單車在哪裡租 我是在那個島那裡租 因為它有中途站 是 那我第二天終於去了租過單車 然後就好像中間還吃了少少東西 還有浸了少少溫泉 然後就開始上路了 當我說到去浸溫泉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一浸就過龍了 一浸就很久了 於是我再離開那個島的時候 大概已經是中午十二點了 哦 難怪你踩不到單車啦 踩不到 我一個人是不可以做這些 我終於發現了 是 然後我就踩 然後就開始 糟糕了 為什麼這條路和我想像中很不同呢 首先它是超多上車 然後就是很窄 然後中途是沒有什麼補給點 然後踩一踩一踩 我就終於死了 踩一踩一踩 我想都踩了一個小時 我就終於離開了我的本身在那個島 就去到一些似是觀光的的島 是 然後呢 我還不知道死了 因為那個 街欄那裏寫 就說 其實我 suppose 由這個島踩回去 應該是兩個小時的路程 是 我就相信了它 然後 嗯 兩個小時才12點 其實我還有時間可以踩的 但那些是正常人的踩法 是正常的踩法 我不可以說自己不正常的 但是我是沒有體力的踩法 哈哈哈哈 還有 那些叫什麼 因為我會忍不住停下來 又拍一下照片 又看一下風景那種人 是 於是我就 去到中間有寺廟 當然要走一下 有寺廟 寺廟要付錢 當然要走久一點 還有寺廟真的很漂亮 那我就去到中間 曼記你也有推薦的這個 現在最中間 上排最中間白色 我想它放大一點才能看到 好 我放到最大給大家看 因為這張照片真的有一些 斬頭能看不到 是一坨白色的 是 它其實就是一間寺廟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裡面的一座後山 是 它整座後山都是交給同一個雕塑家去打 我沒有記錯 嗯 那些雕塑呢 其實我好像是用那座山的石來雕 首先 然後就是有一些擺位 有一點風水 有一點佛學 那些 不是 所謂是 道教的那些元素 在裡面 我忘記佛還是道 我現在一時間都不記得 我有採取一些字的 但是我現在沒有在手 然後就很漂亮 我去的時候 可能只有一兩個遊客 左右 那就 走完這座山 就真的忍不住看了很久 對 哇 這座山我已經不覺得 我已經不覺得 我不是一個特別很喜歡自拍的人 嗯 但是我在這個地方 我逗留了 可能差不多一個小時 那你是不是有自拍 有 我是沒有自拍的 是 就是我已經不停自拍 我只是走沒有自拍 都已經走了一個小時 是啊 是啊 再加上它又有寶物寺 跟著本身的寺廟本身 都很多很漂亮的壁畫和雕塑 好了 我忍不住看 可能我看完這裏的時候 大概 去到三四點的了 那你 那你 但是 這個好像是第四個島 是嗎 不知道第三還是第四個島 應該是第三 我忘記了 第三 可能甚至乎是第三個島 對 總之我就是完全錯了 是啊 然後我終於就 踩回頭 然後見到 咦 有個商店街 我買少許肉 因為那晚本身是會有朋友 然後要燒肉派對 在那裏燒 在他們預約了那個民宿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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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回頭的 是的 或者你是往返的 去到第三個島 原本是往返 但是我現在就直接跳了去中途 然後踩回頭 是 那我心想 不是的 既然全程是兩個小時 那現在四點我踩回去 應該還能夠 catch up 到天黑之前回到去的 是 悲劇就這樣開始 其實我那次是有直播 就是我一路高跑著 就播著我那個生存的紀錄 是 然後月踩的時候 就開始看到有些comment 說 喂 不是喔 天黑喔 喂 不如你搭車吧 喂 不對路喔 喂 怎樣啊 你怎樣啊 死得了嗎 然後很害怕 然後終於就斷了 因為真的沒有電 是 然後就開始天黑了 就好像我剛才那樣說 就單車燈沒有電 然後 但是已經天黑了 然後我就周圍去找便利店 然後停下來去問人哪裏有便利店 然後他指了一指 我就唯有off track 去了那間便利店 然後終於換了電 終於有光明 然後繼續踩 是 但是呢 真的很多上斜下斜 我想可能因為 我不知道其實是否正常 全程是在橋上面踩路 當然不是啦 當然不是啦 然後就走回橋 然後我就在中間 塞過幾次路 雖然你說有那些箭咀 但是有些位置 例如我可能錯過了箭咀 又或者其他種種不同的原因 總之我有很多位置 去了一些不應該去的地方 是 然後就終於踩到去 一條極斜的斜路 我想 我很難形容 那個斜有多斜 我只是想起跑馬地 要上山的斜路 那個斜路 總之就是 如果走的話 都會走得很吃力 那個人大概是情死心 這樣走那種斜路 然後我要推車上去 然後那一刻呢 我終於崩潰了 因為已經是近乎深夜的情況 沒有什麼電 我個人 是 電話沒有什麼電 然後就崩潰了 然後終於停下車 然後就開始截車 那我就 推著一格單車 然後就截車 但是那裡其實是一條 就是上斜路 是單程沒有位置停的 那我就截了一輛車 然後就差不多蹲在那裡哭 然後就 有一格 對不起 我可能講過後會哭的 不好意思 有一格車就閃了一閃 然後他就繼續哭 然後就心想 閃了東西 真好 我已經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 再逗留 大概十分鐘左右 就終於繼續推車了 決定 那誰知道 我推到過了斜路之後 再下山一點 我就發現 剛才閃了那輛車 是想叫你 是呀 他就一直停了 在旁邊那個被車處等我 是呀 然後就立刻衝過去 然後那個縮梭就問我 咦?我看到你剛才 是不是求助啊 你有什麼事啊 然後我就說 是啊 我現在真的踩不動 很累啊 但是我又要回去秘道那邊 嗯 然後那個縮梭就聽完 我原來是這樣 但是呢 我這輛是小車 它是五人車來的 就擺不到你那輛單車 你在這裡等我一會 我去換一輛七人車 嘩 你真是太幸運了 而且呢 因為我那一刻都還未意識到 這件事是有多好 那我就繼續在路邊等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我應該是自己有水的 所以我自己就在路邊 繼續在這裡等 然後他大概過了 三個小時左右 他就換了一輛七人車回來 還有載著他的女兒一起 等你有個盤點 等我有個盤 那就是 起碼不會 可能 我想他真的是一個很優雅的姿勢 那他就是 可能怕我 一個人上一個男人車 我會怕 那他就帶了他的女兒過來 然後就跟女兒 這個姐姐 這樣我們就載他回去 那然後呢 我一路上車 他的女兒就一路在跟我聊天 你很厲害啊 一個人踩單車 那你哪裡來的 然後就在那裡 然後開始說他自己的學業 然後呢 我踏踏他的車的時候 就終於發現什麼事呢 就是 其實那些車每上一條天橋 都是要給路費的 也就是其實他 由Pick up我那個位置開始 他拿著他的五人車 大概是走了兩條 要付錢的天橋 行車橋 行車橋 然後再回來 然後再Pick up 再走多一次 那裡其實是講 內會六下的 每個集 我想起碼你當 五百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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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多長 所以其實他也是花了幾百元去救我 然後每次過那個集 我就爆哭出來 然後就 終於就回到去 然後就說 我是趕得及玩車的 然後我就下車的時候 再跟叔叔說 很感謝你啊 我正在哭 其實我那次都是爆哭 基本上 已經很感動了 對 我問叔叔說 很感謝你啊 我可不可以至少知道 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他拒絕我的 他跟我說 我幫你不是為了要你多謝 江湖九金河竹寡次 哭到我屁股 然後我就說 你起碼被我寫在我日記裡 都可以吧 然後他就堅決不肯 然後就放下我 然後就 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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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啊 其實我在不同的旅程裡 在日本也接過很多次順風車 都是很... 其實肯接你的人 都是有差事的 都是好人來的 但是這個真的是終極 我真的超後悔 然後我決定以後 不會再做這麼有勇無猛的事 可惜也是發生了多一次的 最後就是我成功吃到燒肉 你可以找那張燒肉相片出來 以為了我的童腐 是 這套 不是這套 對不起 燒了很多次肉 我想... 中間... 沒有啊 中間... 這個? 這個沒錯 是 我最終都是成功的 加入了我的朋友 他們還沒吃完東西 是 而我那包放了幾個小時的肉 都是派上了用場耳 但是那次沒有肚痛 是 我和你的美度經歷 真的... 簡直是兩個世界 兩個世界 因為我是成功這樣踩完 可以在美度去到愛愛那邊 那... 現在畫面見到這個地方 當然是非常之美 超級美 其實... 我自己這部電話wallpaper 我都是用這個地方的 不過可惜我去的時候 天氣不算很好 如果是藍天的話呢 就... 超級美的到一個極限了 因為... 現在是太癡了 就是... 雲和... 雲和... 石太遲了 那... 剛剛... 小某有講過... 雪糕和... 這個... 廣刀燒 那我當然也有吃 這個阿姐都幾有趣的 為什麼我們會... 就是... 他最後給我拍了一張這麼可愛的照片呢 就是因為... 其實他都是One Piece的粉絲來的 啊... 因為我當時踩單車 穿著... 有阿... 阿... 的圖案的褲子 戴了頂Luffy的草帽 我背包也是... 就是... One Piece的東西 他一看到我整身 然後說... 你是One Piece的粉絲 我... 是啊... 然後我們開始聊One Piece的東西 你最喜歡哪個 哪個劇情 我想問你們是用日文溝通的 用韓文聊的 其實是 哈哈哈...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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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 阿姨是韓國... 韓國fans 不是... 用日文聊的 那當然我... 那些日文不是靈光到可以很順利的 就是很完整的 具自於交流 但是我聽得明白 我就說得明白這樣 那... 因為畢竟... 剛才有說啦 就是... 賴戶內或者外外的橙是很棒的 這個是第六個島 臨過外外之前的那條橋 它有個翼站的 其實你踩這個地方呢 大部分它每過一條橋 或者... 總之在橋的兩端 它就會有... 部級站的了 那... 那... 你剛才... 小某有個... 粉綠色那個... 那個... 那個地那個位呢 就是少有地在通道之間有 那... 所以就... 那... 是... 要在每一次... 臨過橋或者... 臨上橋 或者剛剛落完橋之後 你就要把握這個機會 對啦 如果你一早跟我說就好了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 大佬 那... 那... 譬如你看到左下角的那張相 你看到... 其實我在... 驛站裡... 吃著一杯雪糕 同時間拍這張相 然後我就跟自己說 最後一條橋了 最後一條橋 但真的很難高 其實它們的設計都算很不錯的了 我們應該是跳六個島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跳六個島 從尾到開始跳 應該經過了六至七條橋 頭那幾條橋 那幾個島 都是... 頭三個是屬於廣島園的 尾三個屬於海海園的 那確實廣島園那邊 那些事情是做得比較... 整個島的設計都比較好些 第二個島我留的比較久 因為我... 我踏車一下單車 因為我走黃色的那條線 想著我時間多 我看到本因房秀賊的紀念館 如果大家有看企雲 當然記得本因房秀賊 就是他坐為 好像第一個上新的那個人 所以我留了很久,那裡有一套企雲 現在拆了那個館,好像說要封館 然後第三個島我就留在那裡 應該就是小某落爛的島 因為有耕三子、向上子那幾個寺廟 我在那裡過了一晚 上一集Tim有提過他去那些民宿裡面住 然後主人會好好幫你弄好浴室 開了暖水,讓你可以好好浸浴 我就是住那一類 然後到走的時候,他又會出來跟你說再見 但是因為始終第一天 都花了多少體力去踩單車 第二天我就沒有那麼順利 我每一次跟自己說,加油吧,你上去吧 只要你上到那條橋 即是說你會有落橋的時間 你有落橋的時間,那你就會踩 甚至乎不用踩,不要說輕鬆很多 那整個旅程我是很享受的 那一完成了那個旅程之後 我立即就在外海縣找了一個溫泉旅館 立即浸回兩個小時 真的要啊? 要不然你的腳真的擺不到錢 其實我沒有做事的了 在外海浸完,吃了拉麵 然後就找車乘回廣島市中心 那個旅程真的純粹為了兩天 一夜踩單車 但是一個我非常強烈 大家試一次,試一次玩的一個行程 因為外海是... 這個美道單車景是一個頗有...頗好...頗漂亮的 因為你一看橋,任何一條橋 你一看下去就是奶糊落海 那... 有點大風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懂得踩單車的話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旅程 唯獨...最辛苦的是什麼呢? 去到第六個島要上橋 即是要上現在左下角的那條橋 因為太高了 而且已經去到第六個島 第二天的第六...第三個島 即是已經是最尾那個了 你的體力已經消耗到八八九九 那抱歉了 我真的... 我見到... 馮車過我就已經緊局了 我最後還是要... 開... 開外掛 就是... 推車上山 我... 幾建議一次一次單車旅行 畢竟... 好老實,我呢 是不太懂得踩單車 但是我... 踩得完沖繩 我踩過台東 那當然有些損傷了 結果... 一個... 怎麼說呢 很難形容給大家聽 究竟踩單車旅行那種感覺 因為你踩完 例如浸溫泉這些是... 就是... 當然有些自弱的感覺 體力勞動完 你會覺得特別舒服 諸如此類 但是... 你踩單車會見到你平常見不到的東西 我會這麼說 這個真的 同意啊 而且... 不過... 因為那一次我是自己一個人踩的 其實踩的過程是... 孤獨得來 但是又很特別 沒有人跟你交換那種情緒 都不是的 我試過踩單車真的打架了 那... 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 我只有一個人 我只能夠... 無論多辛苦都是只有你自己一個人 但是很開心的事情 又是所有都是你自己享受的 對... 沒有人打擾你去... 去感受這個場景 是啊... 如果多人... 即是有他的樂趣 或者是不好處 他會吵架 瘋狂地在路上吵架 我試過... 沒有穿一件風褲都被這個... 大刀人家吵架了 我不是你老母 你感冒怎麼辦 我心想... 你不是我老母 你就不要問我了 你就不要提過了 然後... 但是... 有些地方挺有趣的 例如我踩... 真的很長... 真的斜得... 很高... 我們就說... 我們到頂... 誰推過一次車... 就大叫了一聲... 我是樂夫 基本上... 我走... 我走到一半... 我是樂夫 就行了... 一邊... 一邊推著... 好像電單車... 我是樂夫... 因為... 那時候... 我們整班人都不會踩 其實... 就算... 勉強踩上去那些... 我想... 每... 20米要停一停 然後再休息... 是啊... 我有其中... 我第五個島已經是這樣了 不過都勉強頂上去 但是第六個島就要推了 真的... 全推了... 因為太邪了 老實... 其實... 某種意義上... 上山是安全的 下山是很危險的 危險的... 是啊... 下山... 因為... 你上得那麼多山... 你真的下那麼多山... 它有一樣是那麼斜 哇... 真是... 很爽的... 但是... 你會害怕的... 去到一半你會害怕的 是啊... 你一定是殺著陣落的啦... 但是殺著陣落都很快... 因為你不會... 因為你不會... 都是那句啦... 懂踩單車的人... 你突然踩壁是會炒的... 一定會炒的... 你個人反的... 沒有人會突然踩壁的... 但是問題是... 就算我呢... 因為我上完肉場下來的那條斜... 我跟你說... 我上了三個小時... 我下來三分鐘... 是... 那一刻... 我好像說過... 我進一個彎... 我差點撞到一條鞋子了... 因為我... 我... 我已經是拉著鞋子... 因為我可能太重... 我已經是拉著鞋子下去的... 老實說... 那一刻... 我知道我狀態是會死的... 嗯... 我都幾肯定我會死的... 所以是... 下斜頭... 是啊... 下斜頭... 而且你... 因為畢竟... 不知道啦... 我那次是一個人去啦... 那你一個人... 即是炒了... 當然一定會有人救你的... 因為... 原路都很多人踩一單車... 有人看到你就是啦... 是一定... 原路一定見到的... 因為太多... 其實很多人都是跟你一樣的... 你不要跌了下山... 是啊... 那你前提就是不要跌下山... 那我是... 真是拉著尾鞋子... 然後一直這樣下去... 但其實都很快... 嗯... 但是呢... 你又不敢拉到... 鎖到尾鞋子太厲害了... 因為你怕磨到一條鞋子... 那你就真的... 你就真的含得你果汁醬皮糖啦... 那所以... 但無論如何啦... 我自己很推介這個trip啦... 即是... 如果大家有機會要去... 想去踩單車的話... 那... 尾道這個是一個... 我都覺得蠻好玩的... 做足準備... 還有最好有同伴... 一個都可以的... 都要做足... 但做足準備是一定啦... 哈哈... 是...是... 是的... 那... 賭都講了很多啦... 其實... 我有直賭可以講... 哦...是...好啊... 補完最後一個直賭啦... 是... 即是我剛才講了... 即是我... 計上一次的失敗之後... 這個嗎? 其實是... 是...這張先啦... 和我剛剛多了一張照片給你... 好... 是... 那這個就是直賭... 直賭就是... 賴匯內藝術祭的... 是的... 其中一個主賭啦... 那賴匯內藝術祭呢... 就是每三... 三連一次... 三連一次的一個藝術活動來的... 那它就會在... 賴匯內的不同的島那裡... 就會有一些... 叫做... Land Art 或者設計的一些... 一些... 藝術作品啦... 就通常都會是... 跟那個景色... 或者是那個地方有關係的... 的一個... 大型的藝術祭... 其實每年都會有香港的藝術家的啦... 但是我去的時候呢... 就不是藝術祭的期間... 所以呢... 就只有直賭上面... 有一些... 長著的藝術品... 還有一個... 展館... 在這裡... 開了的... 那... 那...我去的時候呢...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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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的時間是完美的... 那... 然後我就... 租了單車... 然後就連了我的... 8K的背囊... 就... 準備踩單車... 去我... 去住... 即...去住民宿... 那... 如果你看到那個地圖的話呢... 那... 就... 首先紅色一點那個位呢... 就是那個碼頭來的... 是啊... 其實就是草鑑尼生的... 作品... 是啊... 是啊... 那裡就是碼頭啦... 那我去碼頭那裡租了車... 然後看到... 嗯... 時間更早... 通常我一想時間更早... 這四個字... 這樣就糟糕了... 都是有一點點糟糕的... 那... 然後我就... 想好... 那我其實呢... 就可以直接踩了去... 這個幾號... 5號加Project那裡... 就可以踩... 因為我租了民宿那裡... 大概是那個加Project那裡... 就是再落一點點... 的一個... 山卡拉的地方來的... 那... 然後就好了... 那我就... 真的就沿著那一條... 斜路... 就... 踩... 踩到去加Project那裡... 就... 看了一陣那裡的... 那些... 展覽啦... 那... 其實呢... 就是一條... 你當是好像香港的一些... 村... 客家村那樣... 感覺的地方... 那就有人住啦... 那就有一些棄置機屋... 那他們就拿了一些棄置機屋... 去做一些展館... 去做一些設計的工作... 那樣... 一些音樂圈... 或者是影片... 那都... 花了很久的時間... 那我當去完這麼多個... 小屋子之後呢... 就終於去到... 我那個民宿了... 那裡附近是沒有東西吃的... 那之後我去到... 就... 那... 那個... 我是在... NBMB那裡找... 那那個人呢... 就聲聲是一個藝術啦... 那我去到的確... 都真的是一個藝術來的... 那他的房子... 是... 一間... 很破爛的... 嗯... 鄉下的小屋子... 那之後... 一入圓關呢... 就首先... 放了大量的油畫啦... 然後... 是一個... 長頭髮... 很生氣的... 歌仔來的... 那他就... 很頹廢的聲音... 就跟我說... 歡迎光臨啊... 然後就... 這裏就是... 我的工作間啦... 那裏就是... 廁所、廚房... 那樓上就是我的... 就不要上... 那就... 你知道哪裏啦... 那附近哪裏... 那裏有東西吃... 那樣... 那之後我就放下... 那他就... 指示了我去... 這個客房... 客房其實就是... 應該是... 客廳來的... 那你見到... 左邊那一張呢... 就是... 我當時畫的一個...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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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到之後呢... 就... 其實是... 首先是... 濕透了... 因為下雨... 然後我就... 打算換一換衣服... 就出去... 找東西吃啦... 然後我就... 發現... 咦... 不對路喔... 這間房... 我想我等一下應該會嚇到死的啦...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在角落頭... 它首先是... 你知道日本的客廳... 其實他們是會掛了很多... 人像... 在這裡... 然後呢... 它就... 首先是一張表揚狀... 就是日本天王頒給... 他的阿爺... 不知道是哪個太爺的... 一張... 獎狀... 然後隔壁就是... 他那些阿爺... 那些軍人的照片... 超大的頭... 看著我... 黑白照片... 然後再在那個... 畫面下面那裡... 不知道是... 那些二千市... 屋主... 父張上... 所以我的字是有些問題的... 那旁邊就是一個... 我不是很熟悉那些... 用詞的... 但是總之一個... 日本式的客房... 它是會有一個位置... 是放一些裝飾品... 有些櫃啊... 然後在... 旁邊呢... 就有一道門... 那門後面呢... 就是放屁育那些位置... 那其實它是間了一半... 那客廳是一半... 然後我打開... 然後打算搬屁育出來... 然後就發現... 有個佛壇在那裡... 然後佛壇... 所以... 就是有個佛壇在那裡... 然後佛壇... 又是... 有兩張照片... 又是對著我... 這樣... 然後那一刻是... 你還關了個錄音機... 哈哈... 是啊... 我真的有一些... 嘔嘔地底... 但是那一刻... 沒有辦法... 那我都唯有在那裡住的... 然後那個... 紙門又是穿小洞... 又有很多... 很明顯是被貓弄穿的... 一些... 洞... 那樣... 然後... 哎...不理了... 我看完藝術品村啦... 然後就立刻換了衣服... 然後就... 就踩單車出去... 近住... 啊... 我去... 去了浸... 那個前湯的... 於是... 我又... 那個山卡拉的地方... 就踩單車回去了... 是不是2號... 還是什麼... I Love Tong 那裡... I Love Tong 那裡... 那裡很漂亮的... 很漂亮... 而且它本身都是一個藝術品來的... 是啊... 那裡就是一個前湯... 它就好像是一個... 外國的藝術品... 它就裝修到那個前湯... 是... 那個... 浸浴的那個位置下面... 其實它是... 有一些畫... 是... 好像是跟... 嗯... 風俗有關的... 那它就... 你是浸在水裡面... 而且你會看到... 水底是有一些畫... 有些模式的畫... 然後我就... 在那裡都浸了一段時間... 本身我很喜歡浸浴的... 就浸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 好... 就在旁邊吃飽東西... 然後我就打算踩回去... 然後我一看時間... 嗯... 還有時間... 對... 又是下一次出事的時候... 然後我就心想... 我沒有理由... 直一一這樣踩回去... 不是啦... 我只有一刀... 然後我就打算看看... 這個... 夜晚的景色是怎樣... 於是呢... 我就沿著... 畫面下面那條路... 就是... 我是在... 矮粒湯的位置... 就是在碼頭附近那裡... 然後就向著... 下面就是... 經過地中美術館... 里如玩美術館... 那條路呢... 就回去... 我住宿的那個地方... 那就... 就... 那裡... 那裡很難走的... 是啊... 而且... 我必須提醒大家... 那裡是... 又在下雨啦... 還有... 如果大家沒有... 就告訴你... 其實第一天... 是很辛苦的... 於是我就踩著單車... 沿著一條... 很... 偏僻的路... 又踩到... 我想大概... 11點左右... 才能回到民宿... 然後中間有... 檔室路啦... 然後... 懷疑人生啦... 很想截的士... 但是那裡... 是完全不會有車啦... 沒有可能的... 但是... 有對頭... 有對頭的... 跑步的人啦... 然後... 它又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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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其實... 沒有... 沒有上次那麼恐怖的... 我都... 成功活著的... 這樣... 自己靠自己... 回去睡... 但是問題是... 我就... 很累啦... 然後... 那間屋是有兩隻貓啦... 那兩隻貓... 全晚是不停地... 有崩跑... 在一個走廊... 因為... 那個不是有條樓梯... 那兩隻貓那就不停地跑樓梯... 大概 breaker JULIE 踩完單車的人... 很容易休息... 但是你吵嘛 真的很吵 還有半夜奔跑其實也是很吵 我是有半夜奔跑的貓和神主牌和好冷鬼三樣東西 我快要開一集《光恐怖酒店》 時間都很長了 所以我不特別再多講 但是關於賴戶內美術制是非常值得去看的 因為我剛剛去年都去了 去了直島小豆島和封島幾個島 都是太多東西值得看了 所以 你覺得可以開一集只講看藝術制 但是一定要做好準備咯 是 你說得對 無論如何都要做足搜尋 知道那些車幾點出入 你才會玩得很開心 否則就會浪費很多時間 不是啦 每次都有看清楚 而且有些人說很簡單的 很輕鬆的 不買到狗合的那些 多謝你 好 今集的節目時間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我們開一集